这个代码要理解一下啊 其实在那理解的不难吧 不难啊 因为这个代码你懂了 以后我们讲 随机生成验证码的时候你也懂 对不对 你也懂了啊 就是随机生成一个验证码 随机生成我们的 呃 文件名 这个代码啊 现在代码一块块来看了啊 呃 之后我们看啊 那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调用它了 我就可以调用它啊 在这 比如说 在文件上栏的时候啊 我现在就不能使用这种方式 自己把它写死了就这样 在这位置我说可以调用这函数 get run的 什么name 得到一个 呃 得到一个啊 呃 比如说 呃 file name 给他 $file name 啊 但是这里面还少什么东西 什么 文件后缀啊 啊 你现在生成的东西就是一个文件名 还没有后缀 那后缀一定要用原来用户的那个后缀 啊 如果用户上得了一个 一个后缀是.gbg的啊 你文件名给他改了 那你不能改他的一个后缀啊 如果改了他可能会有问题啊 可能会有问题 那么如果得到了后缀呢 嗯 嗯 有的同学可能截取个字不算啊 呃 但是有一个比截取字不算更好的函数 就加 就 pass in 报啊 就 pass in 报 啊 因为如果你使用那个截取字不算相当于自己写原生代码 啊 但是别人已经给你提供了更好的函数 出去调用就行了 啊 就调用行了 比如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啊 在这啊 获取 啊 这样啊 就是 这个啊 啊 获取啊 获取 获取文件扩展名 文件的扩展名啊 扩展名 到了-files 中有一个是myfile啊 啊 myfile里面有一个 什么name啊 name是不是用户的一个原本件名啊 啊 在这个位置你给他一个pass in 报 到了啊 就 pass 啊 in 报 这个函数啊 那这样的话他绑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法轮数组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 比如说是 print-r 到了 pass啊 inf 哎这个啊 到了这个啊 啊 inf 啊 你这样的话 绑着一个数组 他绑着文件里很多信息 是不是啊 inf 啊 就退出一下吧 啊 这样啊 3w 一下面的这个啊 把它 我们看这儿 首先是从前端界面啊 选择 文件 提交 这个 l e啊 啊 再提交 你看 你看 他选的 他有 反过这个数组 对不对 这数组有 四个元素啊 但我们要哪个元素啊 attention attention啊 那怎么要这个元素呢 其实在pass in 报还进入 第2个算数字啊 叫pass in 报下滑线 有个attention attention 就可以了 啊 那这儿是不是得到一个扩展名 你还在听 啊扩展名啊 把这个扩展名和我们上面得到的文件名 你听一拼接 不就可以了 啊 一拼接就可以了啊 这里面是 啊 $ face name facename 啊 等于$filename 拼上我们的$eit 还少什么东西 还少个点啊 你得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是没有点的呀 啊 就是你得到一个随机读创 到一个没有点的 中间给你再拼个点啊 啊 点啊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文件名就有了 文件名就有了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不需要了啊 啊 这个咱就反正直接调 直接调dst 是不是可以了啊 啊 dst 因为这儿是不是需要这个dst啊 啊 就可以了啊 啊 那么这是 轻轻随机文件名啊 在这儿 就在这儿啊 拼接 就是从 我们的 呃 原 用户 从用户上传的 原文件名中 获取 扩展名啊 进行拼接啊 拼接 拼拼接啊 那么就在这里 现在代码啊 就是在 就在这里啊 对吧 把他就写在这里啊 这里 啊 那现在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文件的 文件的格式 因为大家在上传文件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什么情况的 是不是人家和现实你只能上传接笔记啊 只能上传接笔记啊 你不要允许他什么东西上传 啊 如果你允许他什么东西上传 那你就麻烦大 会很危险 啊 会很危险啊 所以说在这儿我控制文件的格式 如果来控制文件格式呢 对啊 我们控制 呃 允许 上传的文件的类型 那我们看啊 怎么来控制他呢 那么文件类型在我们这里面 我能不能拿到用户的文件类型 能不能拿到 我不看 我不给大家看 就是已经讲过了 就是凭记忆能不能讲到 我们能不能拿到文件类型 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文件上传的那个文件信息都保存到了File里面 啊你去里面找你想要的 想要的一个数据就行了 啊 这里面有个是不是type呀 啊 这里面有个type看到没有 type是mme类型 mme类型啊 就在这儿我们可以通过mme类型 来控制文件上传的一个类型啊 就通过 通过啊 控制 呃 控制 file s中的 有个my file 中的 有一个是不是type呀 啊 那么这是 呃通过这个啊 来控制 文件的类型 而不是通过点gpg 点pgpg啊 不通过这个 这不严谨 啊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得用户上传的东西和我 我预定义的东西进行比对啊 你预定义的东西有没有啊 你预定义的东西有没有 是不是没有呢 你还没有呢 你现在只有用户上传过来的东西对啊 所以说你要定义用户啊 允许上传的东西 比如在这 tmp啊 在这里 啊 那么定义啊 允许用户 上传的啊 mi me 类型 类型啊 那么就是dlmi me 嗯 怎么定义呢 这个数组对不对啊 数组啊 那就是说 emage啊 jpg 啊 如果你是jpg的 就jpg啊 那么还有emage emage 比如说我还允许他上传png可以吧 我还允许他上传 呃 gf 那 比如说还允许他上传 那bmp一般不会传吧 啊 比如说你写了bmp那就能够传 你不写就不能够传对不对 还有一个jpg 啊 还有emage pg pg gpg 对吗 gpg 啊 gpg 啊 对吗 gpg 啊 gpg 啊 被不同的浏览器解读 它会解读成不同的MM1 同样的123.jpg 那么有一些浏览器可能把它解读成 MM1.jpg 有的可能解读成 1.jpg 有的可能解读成 1.jpg 它们三个表示都同一种文件 就拿我们123.jpg来说 比如说 火壶可能解读成什么的 jpg Ie可能解读成 jpg p 这就是为了兼容 为了兼容 那之后是不是要判断呢 如何判断呢 用户上团的文件里已经能不能拿到 到了 file s中有一个 file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是不是type 用户都拿到了 你定义的也有了 怎么比这 怎么比这 是不是循环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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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e 太麻烦了 在多个数组中去判断某个值是否存在 是不是人家被封装好了 阴耳锐 人家封装好了 你为什么不用呢 对吧 阴耳锐那么前面应该是到了 是不是这个吧 前面第一个参数应该它 第二个应该是 到了mi me 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对不对 写代码就这样一点点测试 你不要把代码小原料再来测试 当你的 排错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可以写个一二十行再判断一次 再测试一次 对于你们现在这个阶段 老师曾经在哪测试了 你就去在哪测试 因为以后你排错的地方 就是老师现在曾经测试过的地方 再看一下123提交 是不是说 再来TID 这就判断出来了 有理解吗 啊 好了啊 那么在这 那么判断啊 判断啊 这个用户啊 是否 判断用户啊 上传的文件啊 类型是否合法 对不对 啊 就是if 如果它反映处 表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合法呀 如果它反映处是合法 那下面是不是执行我们这个 获取文件名呢 啊 啊 移动这个文件呢 是不是这样呢 啊 这样 那这样的话比较麻烦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我还要进行一个文件大友判断 对不对啊 就是在衣服在判断呢 那这样的话你欠套的函数不是太多了 你欠套的衣服是不是太多了 啊 你欠套衣服太多了 可足性不好 你能够实践的可足性不好 那怎么办呢 对啊 我们程序里面精神上有反向所谓 我反向判断它 我判断它不成功 因为成功自然程序就往下走 对不对 啊 不成功的时候 在这啊 不成功的时候啊 由于咱不是函数 没有办法推出 咱给它一个什么呢 咱给它一个 呃 类型不合法 对不对 对 啊 下面的程序不需要我们才走了 嘛 这个ESIT就是中断程序的意思啊 中断的意思啊 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用一下啊 以后咱会把它假掉 啊 对啊 那这个位置你看 再一起交 第十行 这个位置 多了一个括号啊 再提交 是文件类型规划法啊 下面就不会再走 不会再走啊 那么如果合法 就往下走了 哎 就ok了啊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判断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 要知道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你一定是用户拿到的 从用户那拿到的文件类型 和你预定好自己是允许的 那个文件类型列表 进行一个比对 啊 那在这比对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银耳锐啊 不需要自己写这个voice啊 好了啊 那么下面 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是不是文件大小啊 啊 各自然解决了 解决文件大小 啊 那文件大小就好解决了 对不对啊 文件大小好解决了 我们看啊 怎么来解决它 啊 就是文件 啊 文件大小啊 就控制文件大小 怎么看怎么来啊 那么就在这里 文件大小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得自己有一个 自己有一个预定页的大小 啊 再和用户上传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比较对不对啊 啊 那怎么来呢 在这儿啊 比如说你在另一个 比如max 啊 建议啊 文件 啊 允许上传的文件的大小啊 $max $max 啊 再等于 比如说你在这儿啊 20 啊 10 24 对不对啊 再乘以1024 这是1 1k啊 1k啊 再乘以1024 1024 1024 1024啊 是不是一兆啊 那么究竟多少兆 你再乘一个是不是费了 啊 1024是不是一 1024啊 就是1k啊 啊 1兆 啊 再乘以一个 3兆 对不对 这是究竟多少 你自己来控制啊 自己来控制啊 比如说我容易上到3兆 可以吧 那容易上到3兆啊 啊 就这个位置我们看啊 那这是我们自定义的 那是不是我要把用户 上传的一个读出来啊 那用户上传在哪呢 到了 file s中 有一个 买file 里面 有一个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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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它应该等于 除它比对啊 啊 如果用户上传的这个东西 啊 它大于了 大于了到了max 就是 size size 我定义的这个东西啊 那这样的话 如果大于它怎么办呢 是不是还是echo啊 是不是还是在这 退出啊 退出 就是说文件 呃 文件啊 呃 文件太大了 啊 自己想要描述语句啊 文件太大就可以了 啊 这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解决啊 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用户上传的过程中 是不是可能 出错呀 你有考虑到吗 嗯 并没有考虑到啊 但是用户只能啊 我们只能通过在 我们想看信息 只能通过到了架file 到架file中的买file里面的 error 来看对不对啊 但是最终用户它知道吗 你成语言只能通过代表上 但是用户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啊 那如果出错了 不是应该把那个错误信息 反过给用户啊 但是它是以数字形成展示的 你是不是得把数字转移成相应的描述字符啊 在这里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判断 判断啊 判断啊 呃 判断文件上传过程中的错误信息 那我看在这儿 判断啊 判断啊 文件上传错误啊 比如说是switch switch啊 我们呢 到了架files中 有个买file 买file中有一个 error 对不对啊 啊 如果ks啊 啊 等于 0是不用管了 0是正常的嘛 1 啊 我们这应该 比如在这儿 啊 这是文件 所以文件超过啊 啊 pip.iai的 是不是限制啊 啊 限制之后来break啊 啊 直接啊 就break啊 因为这个咱以后会改啊 以后改了 之后就是第二个错误 对不对啊 在这儿啊 那第二个错误虽然是他没有实现 但是咱也给他提罪一下啊 文件超过是不是atm的限制 atm的限制啊 就这儿 第三个 第三个啊 是不是文件部分上传呢 或者文件上传不完整 可以吧 文件上传不完整 啊 就第四个 是没有 选择文件啊 是没有 选择文件啊 那么第六个 第七个 啊 第六个第七个啊 第六个第七个是属于什么错误呢 是福气内部错误啊 因为你这个 呃 比如说这个文件够大 这可能优惠造成的吧 啊 就是文件上传不完整 可能网络原因啊 就还有没选择文件 也可能优惠造成的 啊 对于这个服务器内部的错误啊 嗯 咱们应该给用户一个提示啊 应该也给用户一个提示 但是这个就没有必要提示的太仔细了 就是 是不是 是福气内部错误对不对 福气啊 福气啊 内部错误 福气内部错误 啊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六个七不是用户的错误 啊 只有你福气啊 自己出了问题啊 在这儿 在这里啊 其实这个为了排长啊 为了排长啊 为了排长啊 我们应该把这个错误怎么办呢 是胖的错误字啊 啊 trigger error 我应该这么写 能理解 啊 就这儿啊 比如说是 呃 什么这个要自己去组织呢 把这个时间组织一下 啊 把错误信息组织一下 啊 比如说把这个上文文件 一些功能组织一下 反正写到这里 这样的话这个 呃 我们维护人员 根据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很详细的看到究竟哪错啊 是什么原因错 对吧 啊 但在这里面我先不做啊 先不做 你要知道 这位肯定要写的对不对 啊 6和7啊 这就解决了 啊 解决了啊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吧 写了这么多代码 这么多问题啊 测试一下啊 测试一下啊 呃 比如说在这儿 我刷新一下 我没选择文件积交 还是没选择文件 啊 呃 那么还有什么形式呢 比如说这个啊 他 一提交 是文件不合法 啊 那现在我上方一个比较正式的文件啊 是123 在这里看一下啊 他是怎么帮我 考虑的一提交 啊 咱还没考虑的吧 啊 啊 路径文件夹明才没听见呢 对不对啊 啊 咱只给他保证的当前部录嘛 哎 哎 咱里有问题啊 咱这里面拼的是有问题吗 咱只拼出了六个呀 前面还没有要的嘛 前面怎么来啊 是不是对的呀 啊 这个单移漏了啊 移漏了 这个位置 由当前时间说把它转换一下 Y M D H I S就行了 啊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重新栏啊 那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拼接路径对不对 拼接路径啊 这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我们看在哪呢 在 在这吧 你现在起码文件名拼出来了啊 文件名拼出来了 他默日是放在当前路径的 看到没有 那咱不能放在当前路径啊 那一般会有一个指定的位置啊 就是这应该来一个 嗯 我们要定一个 定一个 比如到了 past 等于 等于就是地盘的 是不是 upload啊 upload啊 那么这你拼的时候就应该再拼一个 这个位置咱应该把它再给个名字啊 叫 我们看这写成我们的bif name bif name啊 这是拼文件名 啊 拼接 我把它定在这里啊 把它挪上来 拼接 文件名啊 这个位置是拼接路径对不对啊 拼接 路径啊 到了 past啊 到了dst 等于 到了past 拼上到了bif 这个name bif name啊 这个位置咱还要拼什么东西啊 拼斜线啊 因为有这数就有斜线 没有斜线 dst 啊 这儿dst 是不是可以了 dst 啊 那这儿我需要重新截个图啊 重新截个图 这个位置 然后再修改一下代码 这个位置要改一下 嗯 这个位置 这个代码是他 嗯 只有这个随机是文件名啊 文件名呢 在这个里啊 这里 就在这儿 啊 这个 多少行 49 怎么了 好 代码是不是有点多了 代码有点多啊 啊 啊 这边啊 这是定义什么呀 定义 呃 存储的目录啊 存储目录啊 啊 咱现在就是啊 代码多啊 这位置把它 注意到这里啊 这是不是都是在定义我的一个 呃文件最终保存的位置啊 哎 在这儿啊 这四行 好了 那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完整了啊 呃 之后我们再回头看 回头看啊 现在能不能运行呢 试一下啊 比如说再传一个 呃 汤 激胶 出类型不对啊 那现在看到一个真正的啊 点击汤 在我们这个目录中能不能看得到啊 激胶 出类型 出类型 就是再提交一个 出类型 对吧 啊 这就实现了最终就实现我们这个效果了 好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